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呢 就位一個小藩的代表 我是 我是 深水埗小藩王格仔 小藩商會的主席 是 貴姓的先生 我是小青的王 王先生你好 那你今天是不是 聽說今早你們有組織行動 是甚麼行動 或者是有甚麼想表達 請問你 是 因為我們昨天去深水埗區 的小藩組 他們是沒有接見我們 是 現在我們想上去總部 是 希望他食飯署 給我們一個樓盤 不要來壓砸我們的小藩 是 我們小藩只不過是 賺兩餐 是 不要因為花園家的火燭 萬千射掉我們整個香港的小藩 我們也沒有甚麼要求 我們會好自律 我希望我們小藩的檔口 以前是好一點 現在又是怎樣 九七前是怎樣 九七後都是 不希望 政府任何的框框探 不希望你 像鄧小平所說的 五十年不變 九七前也是這樣 九七後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們不是搞事者 是 你現在因為花園街一場 可以 全部集中射散我們全香港的小藩 對 好 多謝你接受訪問 多謝你黃先生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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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沒有抗爭 哪有改變 我們小販 很卑微地想問兩餐 大佬 你這麼快 你不加一個大火 你就在那裏發癲 然後就動一些牌子 今天是深水埗 明天可能是紅藍 後日是第二道 我有一次在立法會 去住州一國港 我說 香港政府的小反政策是兩個字 叫做趕絕 就是這兩個字 那些老人家來收回他的牌子 給他三十分 然後他在那裏等死 是嗎 小反政策是兩個字 叫做趕絕 有沒有花園解大火 他叫做趕絕這些小反 所以大家一定要抗爭到體 是嗎 是 又吃幾乎 大佬 很快 大佬 很快 做趕絕